9月7號下午3點11分 聚留所會律師 哎呀 你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 特地來見我嗎 沒事好感激 感激的屁 你幹什麼 來學校沒事的嗎 不是 我只是想問你一些問題 很抱歉 我可能沒對你想說的 趕快滾回去 你這個吃吃頭 應該翻吃味頭吧 那麼 律師先生 想問沒事什麼事情啊 先交談 我不要 一些誘引 怎麼說切聽 把人家說那麼難聽 可是切聽就是切聽啊 這有什麼好聽 不好聽的 哇 你在講酸關語嗎 好冷喔 超死的 你是我媽蛋 我 我媽蛋 他媽娘用的資源 還真的特別 OK 二叔是什麼 這個嗎 那個 你知道嗎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你喔 所以怎麼可能協助你呢 OK 應該沒東西了吧 可以換個位子嗎 不行 沒有東西 啊 律師先生 今天你的法庭上很活躍喔 謝謝你 不過很抱歉 很抱歉 在法庭上讓他作為你 不會 不會 一點都不會 托德福 本領館就像變超人氣旅館 欸 超人氣 因為這個房間會變成殺人飯用來切聽的房間 我要利用這一點的包裝這個房間 讓他以要成名 不不不 每次小姐 還不一定是殺人飯 然後呢 小弟我則是 給殺人飯 動了咖啡的服務生 也將以要成名了 為什麼我身上一堆被蚊子叮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包 紅包 關於沒事小姐的事 哼 其實我一開始就知道了 這個人 一定幹下什麼好事 總覺得這傢伙才是 這是案件中最危險的人物 一些形容上男人的事 這個嘛 該怎麼說呢 他給我感覺就是 屍奶殺手 總之他和我一樣 是充滿危險氛圍的人物 如果有照片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指出來了 我有一個很好的點子 這旅館叫板東旅館 打算給他叫個副標 板東旅館 殺路 路之館 像這種的副標 你覺得呢 應該不錯吧 OK 這邊 這邊 應該 應該是沒東西的 OK 走吧 好 欸 畫不見了 釣魚人的話 好像是鬼 釣魚人吧 怎麼選的都不對 DL6號事件 1跟2 都看啊 這個人怎麼感覺 他那裡見過 有兩張的話 拿走一張 不會被發現吧 桌子上的照片 欸 我先換 我們先去找那個服務生 可以先看這張照片嗎 請點先生 就是這個人 不不不 我是律師 啊我開玩笑的 我當然知道 我一直想看這句台詞 但我確定這一位 就是和門市小姐入住的那位男士 我甚至可以寫宣誓書給你 請他寫 不然就請你寫一下吧 讚一蘭 我就是曾經寫過 先是宿的服務生 OK 離開 吉他手 正式結束之後 剃成平頭 就是這個人 對吧 沒事 都還從一個旅館房間的人啊 不 不是啦 你有什麼證券可以證明就是這個人 有什麼都拿出證據來啊 OK 就出示那個宣誓書嘛 簡單啊 哎呀 是旅館服務生給我的宣誓書 服務生他說 他冤上法庭 證書當天和你入住的男人 就是這個傢伙 你在裝傻也沒用 如果你不說出來的話 我將他的事公諸於事 交給媒體 什麼 照理說 這個男人有可能和你一起目睹的密案 就消失那些不知趣想 我想媒體 你也把它輸到極度可疑的人物吧 知道了 輸給你了 你把那個聲音是什麼意思 是要挑釁我嗎 那麼請你將這個男人的情報 全部告訴我吧 這個人是沒事的上司 情報處理公司小中文化的社長 小中大 請不要處理公司是幹嘛的 嗯 你給小男人就是一間大型的真心社吧 這樣的話當天 和你在一起一個房間的 就是這個男人對吧 我不敢說 沒事 不想變得跟那個女律師一樣 好吧 想你一件事情 我去問他本人吧 是否可以請你告訴我小中文化的地址 小中大事吧 小中大事吧 竟然沒事不可能在現場放那麼犯人 一定是這個的 喔 掉了這個社長是吧 OK 走吧 離開這裡 我先去換那個 欸 照片沒了 欸 又不能拿照片了 那照片不是 哇 算了 剛才拿那張照片應該沒什麼用啦 喔 算了 就是今天的法庭啊 什麼啊 有人和我來看 簡直好像看到年輕的我一樣 畢竟我是千訓請教出來的 好啊 會哪想起那段日子啊 青春的日子 就像金色的檸檬的味道 真是抱歉 看來我已經不如晚日了 看來你今天的表現 再反過來看看我自己 有些在那裡防醒 不如提供我有利的資訊吧 呃 是啊 這王一直翻來覆去 睡不好覺 欸 為什麼 這是當然的啊 畢竟被告是千訓的妹妹 我真的打從心裡感謝你 如果你輸了 我就真的 太對不起他了 如果這麼擔心的話 為什麼不接受委託呢 關於你拒絕委託的理由 昨天也問過你了 你還是不願意說嗎 很抱歉 請讓我再考慮一下吧 記得記得昨天有一幅 感覺很浮誇的畫 浮誇 呃 沒事 那張畫跑哪裡去了呢 呃 嗯 這個 因為我看到膩了 所以把它賣掉了 賣掉了 怎麼可能 可是那不是你最喜歡的畫嗎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再問啦 不要再問到那幅畫的事情啊 我也不想 不想啊 那 那是什麼 很抱歉 我上次借用了 但是 這個男人是誰 當方當晚 但是沒事房間裡的 應該就是這個傢伙 什麼 你說的是真的嗎 很抱歉 可以請你回去嗎 我想要思考一些事情 OK 好 這邊沒關係 好 直接去小動文化 對不對 好 小動文化 好 小動文化 好 小動文化 噢 咳咳 What's your name 這 怎麼回事 我說你的名字啊 我 再問你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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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陳不堂 你的Your name呢 原來你叫Mr.陳不堂啊 原來如此 我說你 難道你的English 是North and Q嗎 這個大叔是怎樣啊 我叫小春大 是這裡的老闆 不不不 是Priston 是這樣念嗎 因為我覺得 美國好像很正式 所以我的Chinese 不是太好 聽你在胡說 By the way 我問你 你應該是一位新手的律師吧 不然呢 應該不會想要來見我才對 什麼意思 算了 請問一見律師來找我 有何不敢呢 為什麼他太過 能夠如此匆忙自信 每次小禮是這間公司的人 對吧 Yes 他是我的秘書 但是沒想到 他竟然幹出那種事情 你是說切聽嗎 Yes I do Of course 是 的確 這間公司他的工作 是抽取情報 但是這個 切聽這種 baby的行為 Never 我們是絕對不會做的 看來他打算切割掉美式小姐 噢 當晚也是我 到美式小姐的房間 誰在這家呢 這種絕馬小事 我通常都不記得 我的主要名是 DON MINE 不 但是小鐘先生 放這種服務生 他很清楚記得你 你以為 總而言之 我沒有打算要繼續跟你對話 如果真的想問 就想辦法讓我上正人台 但是 陪你這個新手的律師 這應該是般無料的 他應該看到 都沒事一樣的景象才對 呵呵呵 警察 法院 這些東西 都只不過是我的玩具罷了 等一下我先調查一下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噁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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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beautiful 不過呀 你可能看不習慣吧 噁心喔 小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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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被他做了一拳 怎樣? 你可以是 要傷害罪起訴我啊 但是啊 既然告了我很奇妙的 之後有罪的會是你啊 什麼 聽好了 Police Man 跟檢察署 都是掌控在我手中的 這是你無法理解的時間 你這場心理律師那邊來的吧 是啊 你可以去問他 為什麼這幅畫會在我這邊 叫那個老球告訴你才算的道理吧 人 證據還是以利己為優先的 Go home 回去吧 我沒有話要對你說了 Shut out and get out 好 走吧 原來是你啊 你 你怎麼了 怎麼一年好像走到人生見到我的表情 我根本還沒拿到那個地步啊 我正在思考這起命案的事 心理律師看他心中也不好受 誒這邊多 那就是 那幅很大的畫 昨天有一幅很大的畫對吧 那幅畫 我借你告訴我 你絕對不會轉讓給別人的 但是我今天卻在別的地方看到了 就要小周文化的社長是 原來 你已經發現了啦 畢竟那麽大張畫 想不發現都難 你與小周之間 應該存著某種關係 什麼 那就是 彼此愛著對方 你應該是被小周 抓到什麼把柄吧 我想那幅畫 證明了這件事情 我想那幅畫證明了這件事 好吧 也許是老天給我的一次機會 就把一切說出來 結束這種硬了防憂的日子吧 等你都會 先學著下手挖出這件事 哇學也是明明中所注定的 小周打這個人 是以恐嚇他來維生的 小周文化 是一間專門尋找 變成把柄的調查公司 而我 也被他們恐嚇勒索 被迫付了輸你的錢 因為他們拿DL6號事件來恐嚇我 我今天會拒絕 證小的辯護委託 理由就跟你想的一樣 因為我被小周威脅 這件事很難歧視 但是想到小周被逮捕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為 為什麼呢 不管是審判官 律師 中檢察 中長 警察 以及政治人物 他掌控這些司法要人的把柄 我也自意的操控他們 人啊 都不希望自己吃虧 得用那種眼神看我 等你老了以後 你也會懂的 DL6號 就是警察事件分類的編號 距近15年前 我接受某位尼梅師的委託 他的名字叫林逆無子 沒錯 也就是千選的母親 他說到警方委託 用尼梅的方式 找出某件命案的被害人 然後最後卻失敗了 後來他差點因此被警察 控告詐欺 就是昨天真宵講過了 我為了要救他 想盡各種辦法協助他 但是 到最後 這起名還仍然尚未破案 這就是DL6號事件 那為什麼新的律師 也會被小鐘勒索 DL6號在當時是最高機密 這也是理所當然 絕對不能讓外人知道 警察採用林梅這種方式 來偵辦案子 但是 我不小心 把這個消息洩漏出去 洩漏給小鐘嗎 都怪我一直柴米心跳 都因為我 透露情報的關係 警察完全丟了面子 警察還 開始在暗中尋找透露情報的人 小鐘在得知這件事情之後 他再度出現到我眼前 而這次他出現 是我要恐嚇我 原來是這樣 小鐘他能自由操控這個國家的司法 如果你還是要跟他對決的話 我想 應該去調查青春的事務所 青春寫的事務所 他一直在追小鐘的情報 也許他要留下什麼紀錄也說不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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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調查的啊 可以移動嗎 我記得可以啊 不行啊 不能移動 還有後面的檔案 左手邊 喔這邊有 有 馬馬在詩詩中提到我敗壞了靈禹家的名聲 而為了找出傷害母親的人 我透過靈禹家的靈力去和詩德對話 最後找出兩個關鍵人物 一個是出賣罵情報的律師 星宇宇宙之介 另一個就像這隻情報賣給門禮的男人 這個男人以恐嚇為生 像寄生蟲一樣 他的名字就叫做 最後的頁面全部不見了 OK 好 繼續吧 剛剛是左邊嘛 就是中間 小鐘的資料整個都消失了 難道被人拿走了嗎 右手邊 令人在意的像牧師 沒什麼特別的令人在意怎麼辦 拿 就是自殺 政治人物與警察自殺的報導簡報 幾乎所有報導標題的部分 都用鉛筆寫了幾個字 上面寫小鐘 這應該是輕輕簡的字 原來如此 這些報導裡寫到所有人 他們都是在小鐘的威嚇 威脅恐嚇之下 這個新聞報導可以做我語氣 好 調一個最悲傷的作為代表好了 好 然後咧 要去哪裡 在千學雲解的檔案中 看到這種東西 果然千學雲有在調查小鐘的事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出事給他看 最後問他看看 你還在玩冷咧 很抱歉 不過我還有事情想問你 聽好了 Mr.李斯 我啊 最討厭就是同樣的事情 那我講第二次 Don't Borrow Me 不要再來煩我了 Borrow 是Borrow嗎 否則會有不好的 A accident HAPPEN 在你神上 喔 聽懂我的意思吧 聽不懂啦 呵呵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都有講過了 小龍先生 請你看看 這邊是某位政治家自殺的報導 他盜用政府的機密基金 而有一天這件事情被暴露出啦 隔天他就自殺了 這件事怎麼樣了嗎 這個簡報是在千學雲消息裡 房間找到的 這名是千學的房間 他搜集了很多這類的報導 我的大部分報導裡面 都有寫到小龍這個名字 小龍先生 影音電視 影音電視 影音電視恐嚇這名政治人物 恐嚇 不只是他 有很多人都說到你的恐嚇 謙虛姐搜集這次他報導 一定都跟你有關係的 小龍文化這間公司 專門以恐嚇別人為生的 我說的沒錯吧 你根本就是在冤枉我 陳布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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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像這樣調查我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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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 你應該做的事 去尋找殺死密 的前行 範圍呢 不是嗎 你好 這裡是密書室 Mr.陳布棠 要回去了 好的 讓我馬上派人去迎接 等等小龍小姐 你剛剛說的那些話 你錯了 什麼 我現在該做的事 就是追究你 什麼意思呢 謙虛小姐他一直要調查你的事 而你說時沒事 切聽謙虛小姐的電話 之後翻世人命案 然後跟你有關的資料全部消失 這樣你覺得犯人會是誰呢 因為心蓋想也知道 犯人就是你 你 你好 這裡是密 不對 沒錯 你是不是 不用找人接他了 雖然幫我把電話 接給總檢 總 檢查總長 怎麼拉小鐘 這手打過來不太好吧 哈囉 總 總 檢查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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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變主意 我決定出停證書 你 你在說什麼呢 就是 靈靈謙虛的事件啊 因為我目擊到的一切 我想把我知道的全部講出來 這 怎麼了 你不是說 不想上法庭嗎 小 我不是說過 我改變主意了嗎 啊 還有 今天馬上派警官過來 因為那傢伙 現在都出現在我眼前 你說那傢伙是誰啊 那還用說嗎 就是犯人啊 我看到的犯人就在我眼前 什麼 什麼 喂喂 小鐘 你是不是又在 檢查總長 你應該知道 你沒資格跟我討價還價吧 總之 趕快派警察過來 來 Please 怎樣你懂了吧 梅特沈不堂 你只不過是理界律師 明史千尋也是一樣 什麼 我決定要舉發你 因為你是殺害明史千尋的犯人 而你 其實找不到 像樣的律師來聽你辯呼 因為這個地區的律師協會 有很多是我朋友 讓我來為你安排一位 超乎你小孩的律師吧 我 我開始有點頭暈了 西日尋解 來 來跟你報到 啊 你是 我記得你叫史東對吧 我叫陳不堂 啊 對對對 你的名字是陳不堂 史東是山蘭飯的名字 西日尋解 這位山蘭飯就交給你了 什麼 go with him 把他帶走吧 GOODBYE MISTER陳不堂 負面警署被抓了 經過一天的時間 明天終於要接受判決了 小龍他打算陷害我入獄 當然檢方跟他同一塊 我想遇見應該也是 昨天有一位國教指定的律師找我 說是要來當我律師 但我拒絕了 因為我有一個想法 律師先生 阿 真肖 太好了 你被放出來了 是啊 剛剛被釋放 都在律師先生的幫忙 現在的立場完全逆轉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律師先生會被抓 我家目前所發的事情 全部告訴真肖 怎麼會這樣 那個男的 把媽媽 還有把幾件 現在這樣把律師先生 不可原諒 律師先生 有什麼 我可以幫忙的事情嗎 咦 我有什麼事情 要他幫忙嗎 寫著我討論 那明天你幫我辯護吧 我知道了 咦 交給我吧 我體驗可是有靈體家族的血統 好 那我等一下出去吧 律師入門的書 不 不不不等一下 怎 怎麼了 我當然是開玩笑的啦 怎 怎麼這樣啊 沒關係 謝謝你 因為這份心意 就很夠了 不 不能這樣啦 我不能做事不管 我要給那個男的 一點苦 苦頭成長 成長苦勞是嗎 好吧 不然明天是否可以 請你來法庭 好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會加油的 開始了 即使時代已經改變 犯罪的數量不減反正 以往那種跨入廢時的法庭系統 已經無法處理這麼多的案件 因此幾年前 導入了續審法庭 這個系統 最常只做三天的審理 大部分的案件 都會在一天內判出結果 當然 幾乎都是以有罪判決來說文 我從來不能想過 自己會成為事件的被告 而明天真兄 將會以目擊正能的身份 出現到法庭中 將被打入地獄的 究竟是他還是我 究竟是他還是我 究竟還一決勝負吧 未完待去 OK 差不多到這裡了 完美 好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喜歡六種談判的朋友們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這一集有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